学的会,用得着的加糖菜 朋友们好,今天教大家做猪肉炖粉条 五花肉猪皮炒下,在锅中蹭一蹭去除表皮的腥味 刮干净,再改刀前的小块 把猪肉切成这样的小条就可以了 锅烧热,倒少许的油,把锅炖一下 下入五花肉煸炒 开着中火,慢慢的把油脂炒出来 炒成这样就差不多了 炒出来的猪肉盛出来一点,突然吃起来太腻了 接着加入香料,有姜片,葱段,八角桂皮香叶,炒出香味 泼入黄酒,呛出香味 再加入生抽炒香 接着加入糖菜,给猪肉炒上色 不会炒糖菜的也可以用酱油或老处来代替 下面就把炒糖菜的过程简单的给朋友们回顾一下 在锅中加一点点底油就可以了 加入冰糖,敲散,炒化 冰糖化开之后,转小火 这个时候仔细观察糖色的变化 颜色会变成橙色,转成琥珀色 然后开始冒小炮 小炮转成大炮的时候,我们立即加入同等量的开水 再用小火煮上一分钟就可以了 熬好的糖菜,微微的带着焦糖味,不会发苦 既可以给肉上色,也可以让肉质变得更加的香糯 五花肉均匀的炒上色了之后,加入开水或者是高汤 水量一定要加足,然后盖上锅盖 用小火炖上50分钟 如果用高压锅的话,我们可以大大的减少时间 上汽之后,转成小火,压上10分钟就可以了 用这个时间把白菜用手把叶子刺下来 白菜的杆子拍一拍,斜着切成小菜 再把红薯粉和腐竹提前泡发备用 时间到,结盖,剪出里面的葱姜和香料 下入白菜杆,粉滋和腐竹 调味放上盐两勺,鸡精,白胡椒粉 觉得颜色大呢,我们可以加点老抽上个色 再次炖上三五分钟 最后下入白菜叶,把它烫熟就好了 在出锅前,淋上一点点香油 撒上青蒜花 蒜花呢,要比葱花还要香 好了,出锅 一道非常好吃的猪肉炖粉条就做好了 这才是真正食用的家常菜做法 喜欢的朋友,就试一试吧 好了,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